在超商座位區坐到一半被警察罩上 手機拿出來 警察不要動 手機 手機拿出來 黑背心男子似乎是知道自己做了什麼事 只能乖乖配合 原來他會在這裡是為了等同事領錢 要載他離開 但同事領的錢是髒款 而他是詐欺車手頭 不過檢方第一時間不是帶他回警局 而是帶他來這間餐酒館 要找其他詐騙的證據 原來他是斜港青年 正名不要抓他車手頭 其實就在新北市土城這間餐酒館 當老闆沒想要開店還兼職做詐騙 而他的車手呢 平時也會到他的店裡聚集 討論工作的事項 三十歲張姓老闆從花東北漂 大約一年多前頂下這間餐酒館 生意做得好好的 疑似想要多賺點錢加入詐騙集團 在網路上招募車手 再介紹給不同的詐騙集團 除了真才還負責開車 把車手載到不同的地方領錢 得手之後再一個一個載回店裡 持續超過一年 他旗下的車手必被投顧公司 假證件匡騙被害人投資 但等到對方想領錢 不只一毛錢都不給 還要求再加碼 一名五十多歲退秀商人 發現被騙報案 警方埋伏抓車手 一城一城追 追到張姓車手頭 附近居民很久沒看到他 原來這名鞋槓老闆 已經遭到羈押禁見 旗下車手來來去去 這回總共六名車手也被抓 但對於上游不肯交代 只能持續追查 不過店開得好好的 卻兼職詐騙 這下連本業都沒辦法做 TVBS新聞網站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